看着我干什么 你那么像个男孩子 亲日之事 我想你大概不会怕的 既然能让皇后 身在寝宫都如此害怕 我觉得这永德宫啊 也有问题 你在担心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身边 有很多人保护 我身边没有人保护 所以 所以我要看着你 走回去 所以你在担心我 你没 我说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竟然敢在这里 有你在 我什么都不怕 让魏皇秉宫查办 事公事过交给国法 母后 爱家着实担心 现在三宫六院人心惶惶 长此一往后宫终究不宁 皇后啊 这流言蜚语你可要管一管 母后本就是无稽之谈 不过是后宫的嫔妃 个个都胆小就都信了 这一传十 十传百 传得跟真的一样 不过母后放心 臣妾一定会 挨个跟他们 把这事说清楚 母后 臣妾听您的 弟弟的事 就交给魏广 可是这流言蜚语 臣妾倒是想出了个好法子 国师言宽 向来善于此当 与其将它关在庭位玉 像废物一样 不如将它放出来 绝不能放出言宽 把那个言宽放出来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母后 言宽可是犯了滔天大罪的 怎么可以轻易放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治国法于何地呢 皇后娘娘 要不这样吧 把言宽带到哀家的宫里 哀家亲自派人看管 一旦事情水落石出 立刻将他押回去 母后 皇上在给臣妾 经印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后宫之事 借由臣妾搭理 怎么 现在一个罪臣的事 臣妾都做不了主了吗 臣妾告退 不放就不放 此事再从长计议 启禀太后 皇上在猎场得知了 宫中的消息 让奴才带一道口语回来 说将言宽放出来 问个明白 宫中的改变 参见皇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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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抚尸柜 拿下 是 抚尸柜 来 你不在永德宫保护皇后 跑到这儿来干吗 我收到消息 傅氏归就藏在库房 所以过来抓人 人都跑了 还不快追啊 追 快追 卫广 你在做什么 英智 人发狂 可以瞬间力大无比吗 娘娘 卫大人和宁芝得知傅氏归的下落 前去捉拿 朗大人也不在 要不然 奴婢即刻去传他们回来保护娘娘吧 不用了 把本宫的朝府拿来 都给本宫出去 娘娘 都给本宫出去 是 是 本宫现在就一个人了 什么妖魔鬼怪 童童给本宫滚出来 你们不是想出来吓唬本宫吗 我知道了 因为本宫是皇后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所以你们都害怕了 对不对 本宫知道 本宫越是害怕 你们就越是想出来吓唬本宫 我要请皇后娘娘 娘娘吩咐 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都出来呀 我不怕你们 从现在起 本宫不会再害怕了 要怕呀 应该是你们害怕本宫了 都都给我出来 都给我滚出来 不怕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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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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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不要 都出去 娘娘 都出去 是我 我是你 走开 娘娘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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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娘娘 你没事吧 你们还不快出去 给娘娘倒杯爱谁查 好 传御医 是 月之 我刚才看见不是贵了 他 他就躲在那个后面 他整个脸都是红色 像一个小女孩在跳舞 他绝对不肯是男人办的 绝对不可能 别怕 别怕 我再 奶娘 他就在那后面 快 快躲起来 我去帮你看 不是 真的没有人 小心 你看 不怕了 不怕了 皇后 奶娘 不可能 你没事吧 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 他就在那后面 皇后 奶娘 你没事吧 本宫没事 你们之前不是告诉本宫 已经有富士贵的下落了吗 找到他了吗 被他逃了 你们怎么这么大意 罢了 本宫之前是担心 这人会逃出宫 可这本宫现在知道了 他还在宫里 只要他还在宫里 我们就一定有机会 可以抓到他 传本宫意旨 只要谁可以抓到富士贵 本宫就把这些金银珠宝 全部赐给他 臣知道该怎么做了 叶宫之恩 你一定要把本宫查清楚 富士贵的葫芦里 到底是卖的什么药 是